大家好 最近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做了一些视频 就是像这样的视频 它用到这样的一个技术 我们在网页上 我们也公开了我们用到相应的技术进来 相应的技术一览在这里 在这里技术一览 后来我们随说 根据公开的技术一览 我们开始慢慢讲解相关的技术 我们大概每个通过一回的讲座 然后让大家掌握这样的技术 也可以在以后可以做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视频 首先我们可以看它用到的第一个技术叫CtrlLight 我这里是在录吗 大家好 前面我们讲了CtrlLight 下面我们讲讲这个叫Generative Models 实际上这是Stability AI的最新的这个版本 最新的版本叫SDXL 然后它的链接呢 大家可以在这个里面找到 这个里面找到Generative Models 然后我们一样的也是用这个ChatGPT 去帮我们解释这个里面的这个内容 然后这个它现在是有0.9和1.0两个版本 我们这里只看最新的就是1.0的版本 因为1.0的版本出来以后呢 它这个就是两个主要模块 一个是就是Base 一个是Refiner 这个Base呢是基本的就是生存模块 根据这个 应该是根据这个提示文能够生存这个很炫的图片 而这个Refiner的话 它应该是就是把这个图片细化放大 能够放大细化 这个发布的日期还是就是上个月26号 这个才刚刚过一个月 一个月 然后他们有这个是版本的改进 版本的改进 分辨率都是1024x1024的 这个应该是就是比较高的 这个分辨率 然后使用这个进行文本编码 这种模型使用这个进行文本编码 然后呃 这个这两个的它的模型呢 就前面我们讲的Ctrl-Lite 它是就是传统的这个Stable的这个模型 它也是在这个Hugging Face上去下载的 所以这两个的话 也可以在Hugging Face上定的这个链接 给大家看一眼啊 是你是不是 关闸点到这在左下角 就能看到这个链接 或者大家到这个Hugging Face上去查 查这个State Base 1.0和这个Refined 就可以直接下来这个模型 然后怎么用呢 就是我们这里可以去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它这个晶电器晶电器呢就是 可以降低这个画面的这个噪声 然后就对图像进行这个就是扩展 进行方大扩展 非常有用啊 就是这个 我们前面那个体验呢 但是前面那个给大家做那个画面里面 它用的是这个Base这个东西 所以Base做出来的画面已经就是比较炫酷了 就比较就是就是比较接近于这个真人 已经画出来的这个像 它不像那个传统的很多用模型画出来的就是一种动画的那种感觉 它这种画出来就是特别已经特别接近于真人了 两个这旧的模型我们就不细看了 其实跟前面一样的 它是在这个726号之前的版本的话 就是0.9的版本 然后就是它这个什么叫模块化为王呢 就是这模块化就是用很好的编程方式嘛 然后我们把系统分解领域更小更容易管理的部分和模块 每个模块都是一个独立的单元有特定的功能和责任 这个把它把这个模块细化以后呢 就可以便于这个维护 然后它有这个比较高的重用性 可扩展性 然后降低这个就是反正这个编程的过程 包括这个很多事情的这个做事情 我们都需要有这样一个基础的这个事情 让事情做的就会比较顺 那一个模块一个模块做完了 一个模块一个模块测试了 然后我们再做它的结合测试 对吧 然后这样就会就做事情就会比较顺 然后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一个叫LDM的这个代码库 这LDM的代码库呢 其实早期的有 然后它在这里面就是因为这个 我们前面讲这个模块化 就是因为前面的可能它的模块化做的不是太好 所以就是从旧的这个LDM代码 然后就是对它进行重构 重构以后它就就是就是模块化做的更好一点 然后技术啊 性能啊就更好 然后我们需要对它做一些迁移代码审查 这样的一些东西 不是主要的这个内容 我们这个它这个代码呢是使用这个这个这两个新的模块呢 是使用PyTorch的就是Lighting进行训练的 我们看它这个用PyTorch的Lighting进行训练的话它有些什么优势啊 这个PyTorch的Lighting呢它是一个开编库 是PyTorch的一个封装 只在简化深度学习和AI研究的复杂程度 它提供了更清晰更紧接的方式来构建PyTorch的这个模型 使研究人员更加专注 研究不是编辑重复的代码 确实也没怎么用啊 但是后续就我们会详细地讲解这个PyTorch进行训练 这个PyTorch的它这个就是它会自己定义这个模型的这个核心部分 然后向前传递一个损失计算的这个情况 然后有定义的这个trainer这个类来设置训练的参数啊 学习率啊 批次大小啊 优化器啊等等 如果是其实很多很多训练器吧 或者是很多这个PyTorch的这种框架都有都有类似的东西 但是呢 它这个netting呢 可能是一个极大层的一个东西啊 感觉啊 感觉啊 感觉它这个 你看这个基本的这个 对于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模型 我们进行训练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这个训练器 适应用来训练模型 就是掉飞的方法的话 就是给它喂的是这个训练数据 掉test的方法给它喂的是测试数据 然后在实际的过程中 实际的过程中 我们用的是这个 就是测试 就是实际使用的数据 所以这个 它被用来训练这个各种扩散模型 就是技术模型和纪念器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Base和这个Refiner 这两个模型都是用这种方式来训练的 就说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其实我们这两个模型呢 它也是被下载到这个本地的 就是这一个是 但是它这里的格式啊 就是Safe Tensors 这个一个是Base模型 一个是这个Refiner模型 其实还包含一个这个 Vae的这个模型 这个具体的啊 到时候给大家讲 或者是这个 它早期的这个Vae的这个Safe Tensors 这可能是有问题的 所以说也有一个改进的这个模型 改进的模型 就是这么一个基础的东西 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可能大家看的这个 如果懂的话 可能看的话会比较顺一点 不懂的话这个看的话就会 所以说如果不懂的话 可以看到我们那个 关系人工证的那些基础讲座 可能也会被大家理解这个东西 这个我们要去做的话 但是就是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SDX的话 它有自己早期的这个 我们是从GitHub上 用这个库要去用它 你要把这个 这个用的话 主要是要把这个模型 弄得进来 然后使用它去做 就是它呢 其实也被融到这个Control Light里边 成为Control Light的这个一部分 但是它的我们刚才就是 就像刚才说的这个LDM这个库 就是把这个模型弄得进来 然后去调它的这个 就是预测方法 我们实际上是刚才这里面 Trainers是设施参数 Fit是训练模型 Test是测试这个平衡模型的性能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 一般的还有一个这个 就是在LDM里面 还有一个就是去调查 predict的方法 来进行这个图像的生成的这样的一个 或者叫预测 或者叫图像生成 你看看这个虚拟环境 这里边 就是如果是单独跑这个 模型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是给它集成到这个 Control Light里面 或者是我们的那个 Nap Fusion里面 这个如果是单独跑的话 单独去验证这个模型的话 你需要创建这个虚拟环境 虚拟环境 虚拟环境呢 这里面就 它通常我们现在用这个 PFP的这个Virtual ENV去做 然后你先创建这个 先安装它 然后创建一个Virtual ENV去做成一个 这里是一个名字 你需要根据自己的这个条件把它改掉 然后 然后就把它激活 激活 激活这个东西 这个我看是在哪里 我们其实是有 在那个CPUI间里面 是跟这个是一样的这个东西 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不是这里 这里是 我们可能这里就是ENV 对吧 ENV Control Light Delabor里面 它也是用的这种模式 就是有一样的过程 就是创建这个 这个环境 环境就叫ENV 就是相当于这个 就这里的这个名字 就是定义成ENV的 然后我们 用ENV script activity 就进入这个环境 就进入这个环境 就可以用了 然后这个 在这个 如果不是 是在Ulyx 或者Nilux 什么样的话 需要 用硕士这个名字去激活它 这个 它以后这个里面 这个 这个我们 我们前面讲的 就是 纯 传统的这个 传统的这个 Stable Diffusion 这个 这个库 它是用LDM去激活的 去ROD这个库的 但是这个 它被改成这个 Base 或者 加这个 Refine 这个新的这个 XL SDSL 这个库以后 它是用这个SGM SGM 来ROD 就是这个实际上 在LDM的基础上 就是 做了一些这个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抹块为网 就是把它 重新抹块化 所以这个 如果你要单独 装它的话 其实 一般 一般是不需要的 单独装它的话 可以这样去安装 安装它以后 才能 对 才能重新 用这个东西去 ROD这个 这个 就是这个 AI 训练后的这个 模型 然后 安装SD Data 进行训练 如果我们有需要 训练和微调的话 需要 需要 因为这个 这个 东西吧 它可能有时候 大家想 想用它来进行训练和 微调的话 需要装这个SD Data 然后 它这个做完了以后 就是打包 打包的话 其实我们一般的 这里 向大家 普及这个Pathom 打包的一些知识 打包的知识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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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 就是 怎么讲打包 它有标准的这个Pathom 这个包的这个定义 嗯 像 PVP517 允许 允许使用不同的构建系统 不仅限于传承的setup.py 如果是这个我们生成这个setup.py的话 那其实可以用Pathom的这个命令来进行这个环境构建 直接用这个Pathom 然后 这个setup.py 就可以直接帮我们去安装 这个就是 在像java里面有很多类似的这种构建方式 这个Pathom里面呢 其实也有很多构建方式 其中这个做这个setup.py也是一种方式 做setup.py 呃 或者是用这个requirement.text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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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其实是有点 在某一方面是等价的 然后 使用这个Pathom VL7 兼许性打包 这里面 这里面写的是pyproject的点 toml 这里面 这个我没怎么用过 按照也是可以的 就是说 这个是 就使用toml 这个文件的构建 这总之呢 就是你把 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库啊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包 它以来的这个 其他的一些库 给写到这个 定的这个文件里面 不管是setup.py 还是这个requirement.pt text 都是做这个类似的事情 然后还有 把它打 打包成这个轮子 打包成轮子呢 就是 就是做成一个 可发布的 这个直接发布的文件 就是 到时候它的 它的扩展名是.well 点well 然后你安装的时候呢 你可以这样去去安装 就是这个各种各样的 这个打包的方法 就是用hatch 就是如果打包什么轮子的话 可以用这个hatch 就是hatch来构建 hatch.build 你有这个setup或者是pipproject.tom的话 用这个hatch build 叫先安装这个hatch hatch这个包 然后用hatch build来打包 就生成这个.well的这个文件 对 这其实我们 呃 这里面啊 就是 这个 这里面就是 没有特别详细的去讲sdxl的 具体是什么用 但是讲了它这个如何构建了一些 基础的这个理认 但是有了这个基础的理认 有了它的这个模型文件 我们其实 呃 比较容易去理解这个里面的东西 然后这个stimulate的话 stimulate的话 stimulate的话 它就是说这个 这是做什么呢 就是我们 它也是一个工具啊 我们首先要安装它 安装它以后呢 呃 你可以写一个这个 写一个这个 这个 your script stimulate run your script 这样 这样可以让你的模型 让你的模型 就是说 提供这个rest.apf 挺rest.apf 所以说这个我们 它其实就是想 这里就是想讲的 如果是你把 你想把这个 两个这个模型 就是说 呃 把它启动起来 把它启动起来 你需要 呃 写一个这个 用script 正到这个stimulate 这个规范 stimulate 这里讲的是比较简单 这讲的是什么 安装和使用 因为很多 很多这个 就是说 关于这个 模型啊 他们已经实装了自己的这个 这个 your scripting py文件 这其实非常简单 这里面没有几行代码 没有几行代码 我们那个 呃 在其他的这个项目里面 有有给大家展示的 大家可以看我以前讲的这个 发射控 40b的这个 呃 这个模型 这个使用 其实都是都是用了这个 这个stimulate 这个技术 你有这个stimulate 然后写 写好的这个文件 直接运行起来 这样的话 就就让这个模型 就可以直接提供这个服务了 呃 支持的这个 模型列表 这里 这里的话 不一定很 很真实啊 我就感觉 就是这里面有点像 这个 这个 想象的一些东西 但是呢 就是说 就是理论上 就是因为我 用它前面 比如你用stimulate 你可以启动一些模型 然后可以 可以启动哪些模型呢 启动模型以后 你可以 这个监督学习 对吧 有这 监督学习里面有这些分类 无监督学习里面有这些分类 然后自然语言 像BOT LSTM 其实这个 包括这个CAD GPT 都是为自然语言模型 对吧 然后还有这个 刚才我们的图像 但是这个图像 不是属于这个 这里面的这个分类 然后还有这个 视觉处理 有CNN 比较常规的 Gain 就是因为 图像的生存对抗网络 还有强化学习 QNN 推荐系统 依然检测 然后 潜移 预训练与 转移模型 就是这个 Transformer Transformer的话 这个也有很多 类似于这个 语言处理的 像GPT 我们现在CAD GPT TU 这里其实它是一个 没有具体的内容 因为这个CAD GPT 它执行时间长了以后 它已经把前面的很多 一个基础的东西忘记了 但这里面还有一个 叫Inversible Water Market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单独的模型 但用于检测这个水印 检测创建水印 但是它这个 在SDX项目中 有用 有用 就是说 可以创建 在这个模型里面 创建这个 在这个图片里面 创建 保存自己的水印 然后这个 势力训练 我们刚才讲的 这里面 它怎么去设设计 这个trainer 什么 设计 可以支持哪些模型 怎么设计 优化器 设计训练过程 这里面 大概就这么一些东西吧 如果我们去构建 如果我们去构建这个方法的话 我们有了这些基础的 知识的话 我们可以到时候参照 我们那个 就是 派送文件里面 详细的东西 就可以获得更多的 这个知识 所以说它这个 stable AS 它就没有 到最后完全忘记了 后面的这个 不是特别准确 我们就简单的 把这个 SDR的这个教程 简单的讲 这些东西 那些东西 我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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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太过 你不太过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